好,又來到風適看天下的時間 今天都是應一些網友的要求 有些網友說想聽聽奇黑果 今天有我,Ben 與如過斌 香港人民主學會的講師 以及人民主學會宗教文化部作戰主任 應泰先生的時學學會講解奇黑果 或者潘先生或者講解 先由他的生情來講解奇黑果 好,奇黑果是一個丹麥人 他在1813年出生 他很短命,到1855年已經過世了 其黑果,他的父親都是一個很虔誠的教徒 當時在丹麥最流行的宗教 就是Lutheranism 香港的信義宗 其他跟其他哲學家有很大的分別 有很多哲學家,他們的生平和他們的後來主張思想的關係 就不是很大 例如,一個很出名的哲學家,David Hume 大為幽武 大為幽武 他是一個極端懷疑主義的人 但是,他的生活 正式日常的生活 跟英國一般人無異 雖然他說 我每天都懷疑這些究竟是否這樣 那些是否這樣 但到落實生活的時候 他都接受了很多他在哲學思想裏 懷疑的事情 他都照樣接納 但我說 這個奇德果 就是跟其他有一部份的哲學家 不同的地方相對 我們甚至可以說 如果 奇德果 他實際 那個生活 不是好像 他真真正正的生活 那樣 很可能 他根本 就不會成為一個 所謂存在主義之父 那這句說話 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想了解 首先要了解 他家庭的狀態 他的父親 本來都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甚至可以說 是 在當時丹麥的社會 他以前 他以前 還有一些所謂的農爐 他父親 原本都差不多 好像農爐 那樣 家境 是非常之貧困的 那 他呢 他父親 靠甚麼 要生 靠 幫人看藥 看藥 看藥 這樣生 那 他 你知道 丹麥的天氣 是非常之寒冷 是 將近 接近 那個 斯干特 維亞 近日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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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乎 北極圈 那些國家 是 所以丹麥的冬天 氣候 亦都是非常之寒冷 嗯 那有一次 就是 他的老爸 就在那裏 看藥那裏 凍到 很乖 那他呢 就在那裏 那裏 直接呢 就罵那個神 嗯 這個神這麽壞 搞到我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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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能光明 露燒冷 那裏 她的父親呢 那裏 他當時真的好生氣 嗯 但是生氣後呢 他又很後悔 因為他是一個 非常虔誠 的 教徒 嗯 他終身呢 就為這件事呢 就耿耿於壞 嗯 那這裏 就第一個 他那裏 父親呢 呃 但後來呢 他含 就可能影響到其他國後來的思想事件 第二件事 他父親後來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後來去了跟他一個叔叔去看他的農場 他的叔叔是沒有子女的 他叔叔過世後 將整個農場交給其他國的父親 他父親之後 由此得到這個可以說辛苦經營回來的財產之後 他就非常善於發揮 他就開始不再 生性都是很聰明 他將時間放在看文學、哲學、宗教 由於他是一個非常虔誠、信義中的教徒 所以他很希望他的子女 他每個人都跟那個教會做一些事 事實上他的大兒子後來都成為了丹麥其中一個非常出名的主教 他對於其他國的期望 他對於其他國的期望也一樣 所以其他國就是給他讀書 他讀什麼他大額讀 都是讀神學的 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 其他國的父親 當其他國的母親過世之後 他很快已經跟那個家裡 那個原本的女性的僕人 很快就結婚 他亦都為了這件事 都 經常都有時一想起 就覺得非常之內疚 為何他老婆死了這麼快 已經跟另外一個女人住在一起 甚至娶她為妻 所以他父親內心都充滿了一種罪疚感 這個後來也影響到其他國的思想 他覺得其他國當然生於一個這麼富裕的家庭 他照計可以說生活無憂 所以他早期其他國的生活 亦都好像一個我們現在說的Playboy Playboy就是爸爸公子 有空就吃飽飯沒東西做 就去參加這些活動 那些活動認識一些女生 他亦都 其他國人又比較細小些 學校讀書的時候 就經常被人欺負他 所以他很早很早 他已經學會了怎樣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不是靠他的身體 而是靠他的腦袋 他很會遞人 所以有時遞到那些同學 那些大牛龜被遞到哭 好頭痛哭 他思想是非常之敏捷 很聰明的人 不過但他身體有多少缺陷 後來當他讀書的時候 就差不多 他當時認識了一個女生 差不多跟他結婚 兩個人已經定了婚 那他就決定 他就 這個女朋友 給了一個很大的頭痛 因為他當時他曾經想過 他就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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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有一次 他就有一個習慣 他很喜歡騎馬 很喜歡在街上游蕩 游蕩 會的時候就坐下 在丹麥那裡 夏天 好像歐洲其他國家 很多酒吧 一些餐廳 在路邊那裡 就放一些椅子 那些人就可以 很悠閒地過了一個下午 喝杯東西 吃個餅 有一次 但這個 那個 其他國家 他很喜歡吃雪茄 有一次 他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坐在街上 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吸一下 那些雪茄 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想一下 在那裡 在那裡想一下 他就想到 他就想到 他說 現在那些人 生活真的太過容易 包括那些信教的人士 每件事都好像 有些快餐 什麼都規定了 像是你做了甲乙丙丁 那你就可以很順利地 就做了一個教徒 那他就在那裡想 他說 唉 一件事都很容易 還有什麼好做呢 沒有什麼好做 OK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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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剛剛做一些相反的事情 要把一些本來很容易的事情 令到他非常困難 他突然間想起 這個 有個哲學家 就叫做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就是了 去到 令到雅典人 的生活 就非常之困難 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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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如果有看過一些 哲學小故事 你就知道 他就叫做 get fly get fly of 這個 Athens 瓦典的牛膜 瓦典的牛膜 去 周圍 問人 什麼人生意義 刺激人的哲學之為 周圍去教人 叫做雅典的牛膜 是的 在某一程度 我們可以說 就那個 奇克果 他的哲學的信路 都跟蘇格拉底 非常之相似 當時在歐洲 就在丹麥 他們是一個非常之受 德國 哲學思想影響的國家 在這個 奇德果 即是在生那段期間 一個最 德國的 當時最 德時令的 最流行 哲學思想 就是 克格爾的思想 克格爾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 嘗試 將 歐洲哲學傳統 理性 想推到一個非常之高的位置 甚至 所以 從經 就是想 利用 他這些 理性的思維 去 蓋過整個世界 大家都知道 那個 克格爾 他是 有一個 很出名的 哲學 概念 就是 Desis Antesis Synthesis 一個 主題 一個 反主題 然後 一個結合 正反合 就是 一種 辯證法 一種辯證法 但是 他的思想 幾乎 就是想 連那個 上帝 都囊括 在內 他的系統 他就覺得 上帝 都可以 甚至 連那個 人的精神 生活 他都想 包括了 人 但 這個 其他人 對這種 思想 大大 不以為 而 所以 他們覺得 這個 丹麥 現任 那個 信義中的人 個個 都買了 這個 克格爾 那套 將那個教會 完全理性化 只是有一些 普通 一般性 抽象性 的信仰 如果信仰 跟那個人的生活 似乎 沒有什麼大關係 那些人 星期日 就去教堂 在教堂裏面 不用說 大家非常有禮貌 崩崩有禮 滿口 稱讚上主 但出來的行為 好像跟他 裡面所說的 那些愛 愛人如己 那些行為 好像沒有什麼大關係 一種 那宗教 可能已經對那些人來講 很簡單的事情 一種形式主義 到時到後 你做了某種動作 那些人 信不信 信信 似乎 就搞定了 其他人說 是星期日信圖 那些人就知道 是 是 星期日信圖 星期日信圖 即是類似 但有沒有說到這個 我就不清楚 但是 意思都是差不多 其他人就說 好了 剛才我講過 他就覺得 我現在想到 我這世人要做什麼 我就要把 把人的生命 不要這樣 這樣 那麼理性 那麼容易 隨手可得的 一樣 都好像這樣 所以 他的思想 極之注重 個人 其實 黑格爾 那個 上帝 本身是絕對理念 跟絕對理念 其實等同 本身 已經不是一個 衛格的上帝 本身 這個上帝 不是一個理神 而不是一個 衛格的神 而其他 我所理解 其實宗教 在宗教學裏面 有所謂理神 衛格神 或者泛神 這些概念 我所理解 其他 他這些 應該是需要 有些感情的神 這樣比較 跟他的 性格是有些關係 有些感情的神 有一種感通 有一種的頭向 跟黑格爾那個 就很不同 性格關係 一種很沉實 很冷盡的 就是黑格爾 他的人 是這樣的性格 其他 就不是一種 就是一種 感情澎湃 就像剛才 官先生說 花花風刺 那種形 應該是感情澎湃 不是一種 冷盡沉實 就是 那種形態 黑格爾是一種 一種 冷盡沉實 一種內傾 很內傾的形態 所以他想到 這麼大的 句話底細 普通 如果你一般 很感性的人 想不到 不是想到 怎麼說 參嘗到這麼大的 哲學體系 就很不同 所以大家所謂的 所謂的 上帝 所要 所需的上帝 都很不同 有很大的可能 都是這樣 但我現在說 對於奇黑果來講 他想解決一個問題 問題是甚麼呢 如何能夠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他認為 如何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 這個人 他一定 不是口誒誒 我信這些 我信那些 是要把信仰 實踐 實踐 他認為實踐 才是最重要的 宗教信仰 怎樣實踐 實踐 他不覺得 就是一些 剛才我講的 抽象性 一般性 客觀性 這樣實踐 他認為實踐 這個宗教 就是一個人和神 是一種非常親切 很親密的關係 而這些關係 就不是一種 純理性的關係 他曾經說了 用了一個聖經裡面的故事 那個故事就是阿伯拉罕 和那個神的關係 那個故事裡面 就是說 有一天 那個神 就叫這個阿伯拉罕 就叫他 你明天 你要去山上 去祭祀 帶齊所有的東西 去做那個祭祀 你要做些準備 他只是講了一些很簡單的說 但阿伯拉罕 他都不知道那個神 究竟叫他做些什麼 但是他們的神 非常信任 所以第二天早上 他真的這樣 就帶齊了一些 平時祭祀用的用品 包括柴枝 那些羊 那些羊 當時 那個以色列人 他們祭祀的方式 用一些羊 他帶齊了一些東西 上去山那裡 那個神 去到那裡 他生了我 準備把羊 奉獻給那個神主 當他做到差不多的時候 突然間 那個神 就跟他講話 阿伯拉罕 我需要那隻 就不是你的羊 我需要你的兒子 嗯 嗯 那我跟他講話 哇 即是打了個得 但是很快 他已經決定了 他對那個神 有一種絕對的信脈 嗯 正常來講 他就 嗯 一般就是這樣 那神怎麼會叫我 殺了自己的兒子 做過 做過 做過奉獻 因為神愛我們 怎麼會叫我做些 嗯 傷害我兒子的事 傷害全事 嗯 但是呢 他是相信到那個神 什麼程度呢 我知道那個神 一定 是有非常好的理由 叫我這樣做 嗯 我不理一切 照樣這樣做 真的 拿著我把刀 將近刺在他的兒子裡 那神就說 行 嗯 我已經知道 你有一個相信我 那他其實這個故事 後面他想講什麼 即是說 人跟神有關係 不可以用純理性 去這個量度 所以 這個 根據這個 其一果的意思 就是 我們有時候 相信些東西 他就用一遍 就是這片 變成答 我們要 向黑暗 那裡 跳入 黑暗裡面 黑暗裡面有些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仍然要相信 那個 結果會很好 那這個呢 是他的 其一果 非常之重要 其一果 其一果 有 即是 四個人身警戒 這個 信仰上帝 是最後一個 三個 四個 三個 三個人身警戒 信仰上帝 最後一個 那或者 這節時間差不多 或者 下節回來我們講一下 那三個人身警戒 好 回來 充飾看天下的時間 那這段呢 就 去講一下 其一果 他講那個 人生三個階段 之前 都 其實 都 都提過一下 即是說 去到那個 宗教那個階段 或者 今次 再講 人生 那三個階段 即是感性階段 即我首先 其一果 那三個階段 即是 感性階段 道德階段 最後到那個宗教階段 阿潘先生 或者 跟我們 講講 好啊 就 你 講得很對的 這個 亦都是 這個 其他果 他思想 思中 就 非常之重要 的部分 其他果 其實 他就 跟另外一個 所謂 是 存在主義之父 的 尼采 非常之不同 那 對於尼采 來講 就 大家都知道 曾經 講過一個 非常之出名的 說話 就是 上帝 已死 嗯 所以 所以尼采 雖然 雖然 都可以說 某一方面 都是 存在主義之父 因為 為什麼 他跟其他 全上主義的思想家 一樣 都是非常之注重 個人 但是 在尼采 他的思想 裡面 他 覺得 上帝 這個 教會 教會 說 叫那些人 去實行 那些道德 就是 一些 非人性的道德 是 事實上 是 違反人性 違反 一個人 作為人 的 自由 對 所謂 洋群道德 奴化道德 在他的名字 他 他覺得 這個 天主教 基督教 都是一些奴隸的宗教 他 當然 他認為一個人 真正正正想得到 救贖 就只可以 依賴他自己 因為 根據他的 講法 上帝 已經 死了 我們再沒有其他的 依賴 我們不可以再依賴 一些外在的力量 去協助我們 獲得 拯救 剛剛 跟這個尼采相反 奇德國 是一個非常之 信奉 神秘 這個可能 像我上次講的 跟他的家族 非常大的關係 他從小 他父親 都是 一個非常之虔誠 信義中的教徒 特別 由於 他父親 上次都講過 很快 太太 死了 又 再娶了另外一個 以前 跟他做工人 的人 作為 其他國的 第二個母親 和他 以前 小時候 曾經 詛咒過 上帝 所以 他的 罪惡感 非常之重 事實上 在他的生活之中 都有 另外一些 令到他 有這樣的想法 其他 他 總共 原本 有七個兄弟之母 有五個 為了這種原因 那種原因 全部死了 所以 一早 腰折 又或者 後來 有一個兄弟 就在美國 臥辭 所以 他的父親 覺得 這個是神 對他的懲罰 又或者 而 他 亦因為這樣 就 影響到 這個 其他國 其他國 所以 他 他整天都 在想 究竟 父親 說的 是對 還是錯 是不是 神 真的想懲罰 那些人 這個 又跟他自己 本身 那個 生活 有很大關係 就是 我上次都說過 他 曾經 跟一個女生 定了分 但是 他 就 要想一下 啊 究竟 如果 他 我上次說 他 後來 他決定 他想 他想 將他的生命 貢獻了 去令到 那些人 和我神的關係 更加 去 改善 更加密切 那他曾經想過 如果我真的 這樣做 那我就不能夠結婚 那 我結婚呢 就會 會令到他 他 婚姻的生活 令他分心 所以他最終 他跟那個女生 定了婚之後 一年 那他呢 就疏遠了 就是 就叫那個女生 不如你找一個 另一個吧 但那個女生 就很喜歡他 整天都不肯離開 那 所以呢 他呢 就要 故意呢 做到 本來他不需要做那麼衰 說些說話呢 不需要那麼刻薄 他故意呢 就為了那個女生 更加容易些 去接受 就是 解除了婚約 他就做了 說了很多 本來他 不會說的說話 做了很多 本來不會做的 目的呢 都只是做 就是想那個女生 盡快 就解除了婚約 那自從 他解除了婚約之後 原本呢 就那個 其他一個 當時在讀書 做做命 讀完神學 他就很 讀書 很聰明 但他又沒有什麼 心機 但是自從 我上次說 他做了一個決定之後 那他呢 就 非常之勤力 很快地完成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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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完成了學位之後呢 但他 還顧當時那個 那個 丹麥的教會 他覺得 極之 不以為言 覺得那些人 全部都 只是那些 口吵吵 就是 的 教徒 和那個 神 那些人 沒有什麼真正的溝通 形式主義的宗教 最好 平時叫做 星期日基督徒 是啊 是啊 所以 但是 官論點都好 後來 他就發展了一套理論 他覺得 這個理論 就是他在後期的時候 去反省自己的生活 這樣去 開創 他覺得一個人的發展 可以分成三方面 第一方面 最先 一個人 就生活在一個層面 他叫做Asthetics Asthetics 那個層面 可以說 美學 有些人 就譯作 譯作 即是說 感性 感性 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 那個人 就會發展 就有一些叫做 道德 的階段 五道道 其他人 就發展了一套理論 就是 一個人 他的生命 裏面 可能會經過三個階段 但這三個階段 就不是一定要完成的 但假如 那個人他想做一個基督徒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他就一定要完成 第一個階段 他認為 一個人 一般 就生活在一個 Asthetic 一個Stage 感覺 那個階段 其中一個 最好的例子 就是 小朋友 小朋友 他們 只是生活在現在 現在有些好玩 真的好 他就很開心 拿走了玩具 馬上就哭 他們的感覺 是很直接的 還有 他們不會想過往 也不會想將來 完全生活在現在 完全生活在他的感覺 感覺好 就好 感覺不好 他就不好 很多人 雖然 那個年紀已經不再是小朋友 不過他們的生活 根據其他國家的說法 都是好像小朋友 那樣 經常在當時 靠觀感 而生活 但是 這種階段 根據其他國家的說法 一定不能夠長久 是好的 因為 一個人 他不會永遠都是快樂 他一定 當快樂 完了 半徐而來 失望 失落 所以 那個人 就會慢慢 想一下 什麼是好 什麼是不好 這些生活是好 那些生活不好 但是 他一直發展到 第二個階段 就是 一些道德的階段 但是 對於這個奇德國來講 那些道德 他就跟 一般 那個 當時的人 講的那些道德 是非常之不同 因為 在歐洲的 戰學傳統那裡 道德 就是一種討論的對著 什麼 叫做 合乎道德 什麼叫做 不合乎道德 為什麼 你認為 這些 某一種行為 合乎道德 又或者 不合乎道德 全部 有很多 理論 而 歐洲 當時 那些戰學家 很多 都有道德的理論 最先開始 當然是由 那個 希臘哲學那裡開始 但是 自從希臘哲學之後 但是 歐洲 就成為了 一些 天主教 基督教的國家 那些道德 就成為了 一些 宗教的道德 一些 宗教的道德 教條主義 都是一些很抽象的事 一般性的事 客觀的事 有些人可能 你叫他講的道德理論 滔滔紅變 說得非常之好 但他的生活 實際生活一塌糊塗 蘇格拉底的道德 所謂主治主義 是知識識道德 即是說 他的道德 其實是一種知識 掌握所有的知識 其實就可以行走道德 都行後期 譬如中世紀那些 譬如你鐵書教那些 其實某程度有一種formulism 一種教條 戒條 各方面 一些教義 各方面的道德 如果 那方面的道德來講 某程度是 有一個僵化性的危險 本身 不是普遍性 不是那麼大一步才行 是 這裏我有一些同意 有些不同意 同意的方面 就是你說 他很僵化 但是 你說有沒有補遍性 根據其他講法 就是極之補遍 補遍的意思 補遍的意思 即是說 這些 一些抽象的 客觀的 好像跟人的生活 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而剛剛其他最反對 就是這裏 他覺得 道德 尤其是 宗教上的道德 一定要跟整個宗教的核心 有一種非常密切的關係 而這些密切的關係 並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係 不是一些一般性的關係 就是一個人和神 個人的關係 根據他的講法 他最反對 他最反對 每樣東西都 理性化 就好像一個人 就好像一個人 就只得了 腦袋 就沒有了個身體 這裏 這些是非常反對 他覺得 你如果真正 相信那個神 你一定會遵守他的戒命 而你遵守他的戒命 不是因為那些是戒命 而遵守 而是因為你很愛那個神 而這些是神 很希望的人做的事 換句話來講 他那些 那個道德 是一些非常之個人 還有有commitment 有一些參與性 還有 承擔 那個很重的 個人的承擔性 就不是順便 就不是很容易的 總之星期日 我做了這些就行了 到時到後 我捐多少錢呢 那我就有一個好教友 並不是這樣的教導 這個 其實中國哲學 也有一點相通 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 這是一種人本主義的道德 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神 其實都是某程度 有人本主義的色彩 在這裏 再不是好像 一般好像 猶太人 那種神 很恐怖 就是暴力意識 嚇人的神 那種 動不動 懲罰人的神 就像陳古應所說的 舊話 這個神一動路 很多人死 殺他人更多 沒有的希特拉 不是那種神 而是人民性的神 跟中國哲學有少許相通之處 事實上 就講在這裏 在基督教那裏 原本在猶太教那裏 轉化而成 在基督教那裏 名字叫基督教 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基督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 他曾經講過 在聖經那裏都講過 他就說 我走來 就不是要摧毀那個律法 我是要圓滿那個律法 他圓滿那個律法的方式 就好像這個其他個個 我們要遵守的律法 就不是那些文字 我們要遵守的律法的精神 那精神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 他要很尊崇那個上帝 也要很愛那個上帝 那上帝叫他做什麼呢 那上帝叫他愛其他人 所以他要對其他人 好像愛上帝那樣愛 好像愛自己那樣 那些全部都是一種感性的反應 不是一種純理性的反應 遵守了這條規例就可以了 遵守了那條規例就可以了 不單止遵守那條規例 還要有相應的精神 和感情的投入 我所知耶穌本身就是 耶穌本身就是 耶穌是一個猶太教的改革者 就是猶太教有很多律法 那些法理賽人 可能律法多多 但是很多的問題 都留於形式主義 耶穌其實某程度 就是想改革這種形式主義 就是說在形式主義背後 要找出他究竟 他形式主義背後的精神 是什麼呢 所以某程度是改革者 在聖殿那裏 全部掃了那些掃牆 可以說 最後會激到 那些猶太祭司 說這個 一定要弄死他們 所以某程度 不是某程度 只是一種改革者 的姿態出現 其實我們不但只是一個改革者 還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改革者 所以耶穌的死 他自己是知道的 因為他跟傳統的勢力 做了一些相反的事 傳統勢力 就是 可以這樣說 他們關心的就是自己的權力 但耶穌關心 就是人跟神的關係 在這方面 跟其他個是非常相似 他要將那個神 不代做一個律法的神 而是一個 有愛心的神 這個 任何宗教都很重要 是一個有愛心 就是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實踐到 每個人都可以 跟這個神感通到 每一個宗教都 都所謂重要的 就算是東方的宗教 都是跟道位有所感通的 或者你佛教所說的 人跟那個真如法性 都是有所感通的 不過他用的名詞不同 當然 那個 基督宗教多數用感通多些 或者叫做 中國那些叫做天人合一 當然用的名詞很不同 但是範疇 其實都是這個 所謂形相學的實踐範 或者 阿本先生 講到宗教階段 其實我都帶了出來 或者你再補足 這個 其實 在其他國 就是他的想法 他覺得 什麼叫做 很多時候我們遵守 那個 道德的規範 的戒律 但是這個是不足夠 因為 太多人 對他來講 太多人 純粹 就依從 那個 律法的條文 就忘記了 那個 律法後面 最主要的精神 和那種 宗教的感情 和神 那種 人和神 親密的關係 對他來講 什麼叫宗教 那個人 什麼時候去到宗教的階段 宗教 他就不是說 當時丹麥那種的宗教 是一個非常 個人性 個人化的宗教 人和神 非常密切的關係 他覺得 如果那些人 純粹 如果只是 他不是跟著那些條文去做 是沒有意思 就好像 你剛才說 一些形式主義 是沒有意思的 完全沒有宗教的意思 所以他覺得 如果那個人 繼續是這樣生活 只有一個結果 那個人 非常之會 會陷入一種絕望的境界 因為這個 不是人 那個人 那個人 心理 最深層的需要 完全 鬥不到 那裡 他就要求 那些 基督教徒 做一個真正的宗教 的基督徒 就不是一些 表面的基督徒 這裏就牽涉到 剛剛 他最不喜歡 那些一般性 客觀性 那些 形式性的遵從 就是一種 心裏面 遵從 神的意志 是一種 融族化的 一種 一種 教條化的 一種 教會 就是 其他國的名言 他一生最喜歡 耶穌基督的精神 但是隔著他跟耶穌基督的 就是教會 一種形式化 融族化的 教會 某個程度 我本身 加拿大的朋友 都是信奉其他國主義的 就是 就是 我就說 其實 其他國的形容 跟他聊天 其他國的形態 本身是一種 在宗教形態 一種spiritualism 就是一種 精神主義 一種 一種 很個人主義 一種 individualism 一種個體主義 一種精神主義 一種 一種 宗教形態 它其實超越了 一神教的階段 某個程度 跟東方的宗教形態 是有相近之處的 它不是一神教 而是一種精神性的宗教 好像 劉小峰曾經提過 文化基督徒的觀念 就是 他不一定說 要 拜很多宗教形式 但是 他覺得 這個宗教 本身的道理 他覺得 作為他自己 在人生方面 生命是可以提升的 他實踐這種道理 他都是一種文化的宗教徒 或者叫做文化基督徒 或者抗而通之 可以有文化道教徒 文化佛教徒 這個來講 就是 某個程度 都是一種 提升了 所謂的宗教層面 現代和古代有些不同 古代的人有空 很多形式 做做做做做做做都可以 做幾天都可以 現代的人哪有空 這些儀式都要用精簡 中國的校道 守候三年 守候三年 現代的人都沒有空 守候三年 不用做事 荒廢了 主要是 保留他的形式 不不不 sorry 保留他的精神 好像孔子所說 有人問他 你守候不夠三年 學生問他 守候不夠三年 是不是不孝呢 他一種啟發性的回答 他講得很好 他說 與心安否 與心安否 即為之 意思是 你本身不守三年 但是你覺不覺得安心呢 如果你覺得安心 可以做的 不是在乎那個形式 你守候十年 你沒有那個孝心 形式 沒有用的 主要是表達了那種孝心 孝心 那個道理 是萬古不易的 但是那個形式 隨著時代不同 有不同的社會 落出不同的載體 我覺得 這個就很重要 但是宗教也是 宗教覺得 宗教現代來講 已經 脫離了 即是說 古代的農業社會 即是 這樣方面 現在進入了 工業社會 後現代的時間 我覺得 有問題 一種文化宗教徒 在現代來講 任何宗教 我覺得 都是 是 一種 有真實的存在性 在這裏 阿潘先生 有沒有補充 我這裏 你說他 超越了 那個一神 宗教 這裏 我就 我覺得 未必 因為他 仍然 相信 那個神 真正存在 亦都是 那個神 對他來講 是唯一的神 在這方面 他是一個非常之基督教徒 的基督教徒 所以你說 會不會超越了這裏 我不覺得 他會這樣 不過 如果你說 他是 較為注重 這個精神 這方面 我同意 這個 其實 沒有那麼多時間講 這個是涉及到 社會學的宗教形態 有五種的宗教形態 這次時間差不多 或者下次 我找個時間 如果大家觀眾有興趣 我講一下社會學中 所謂的宗教形態 如果大家觀眾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 在網上 可以給一些意見 有興趣 由我 阿Ben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見你們 拜拜 拜拜